在澳门综艺馆参观的市民近距离看到神州五号返回舱 杨立伟穿着的太空服 飞船着陆时专用的降落伞和太空食品等珍贵展品 祖国航天事业的飞足发展 让澳门市民倍感光荣和自豪 这次展览将24小时免费向公众开放 并连续展出三天 以满足澳门同胞渴望深入了解中国航天科技成就的迫切心情 全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监测网络直报系统 有关部门还从广州长沙增派了20多名特勤官兵 调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挖掘和详险运输设备 不间断的轻运废墟 灾情发生后 衡阳市专门成立了受灾群众接待室 采取民政街道居委会三级落实的办法 将400多名受灾群众妥善安置 并发放了棉被等日常生活用品和救济金 在救火现场受伤的12名消防官兵和4名新闻记者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上午 以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依审分别判处 景战役 阮慧芳等5名被告人 3到8年有期徒刑 法庭经审理后查明 被告人景战役 阮慧芹 顾贵芳 王谭 常进云 均是法轮功顽固分子 长期化名 秘密跨省串联 进行法轮功邪教活动 未能长期从事法轮功邪教活动 景战役提出实业弘法的主张 勾结境外法轮功组织 在国内注册公司作为地下窝点 以商养工 继续经济实力 妄图通过实业上的成功 宣扬法轮功 法院经公开审理后依法认定 景战役 阮慧芹 顾贵芳 王谭 常进云等人 无视国家法律长期进行法轮功活动 特别是在法轮功邪教组织 被依法取缔后 仍与境外法轮功组织相勾结 以从事公司经营活动为掩护 继续进行法轮功邪教活动 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情节特别严重 景战役等5名被告人的行为 均以构成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 另外 被告人顾贵芳 挪用公款50万元资助法轮功活动的行为 构成挪用公款罪 与他所犯的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一并处罚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景战役有期徒刑8年 判处阮慧勤有期徒刑7年 判处顾贵芳有期徒刑7年 判处王谭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判处常进云有期徒刑3年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011的玩家倒走了 李红尘找游戏运营商 北京北极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交涉 但该公司却拒绝将盗号者 水流0011的真实资料交给李红尘 于是李红尘以游戏运营商 侵犯了他的私人财产为由 把北极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 我觉得我丢的账号和装备是财产 因为首先来说这些装备 都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才获得的 并且这个被告作为游戏运营商 他也是公开向玩家销售这些装备 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 他要说它归根到底 它只是在服务器里面的一组数据 另外呢 原告就是说 作为虚拟物品的玩家 他不能够完全地支配这些东西 据了解 北京市朝阳法院 将在近期内对本案作出判决 目前我国每年的网络游戏收入 已达10亿元 面对越来越多的网财纠纷 专家呼吁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 明确虚拟财产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以促进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现行法律 只对公民的合法收入 储蓄 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予以认可 并没有对虚拟财产的合法性 做出明确规定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网民对虚拟财产的权利 也不属于现有的消费者权利中的任何一项 因此才出现了许多玩家 在丢失财务后投诉无门的现象 但法律专家认为 虚拟财产既然能和人民币联系起来 就应当是有价值的 并且受到保护的 比如一个要练到40级的传奇玩家 按正常时间需要一年 再加上上网费用 合计要花7000多元 而眼下层出不穷的 花几千元买把刀 花几万元买个账号的 虚拟财产交易行为 就更能说明虚拟财产的真实性了 也就是说虚拟财产是存在的 它既然可以交易 那么也就是说它有市场价值 有交换价值 那么这种属性的话 就非常能够肯定地说明 它具有的这么一种财产性质 第二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昨晚在浙江嘉兴揭晓 荣获本届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奖的是影片 惊涛骇浪和暖 今年金鸡奖影帝影后得主 都相当年轻 在金哲中 试验光儿媚的于南 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而在《警察有约》中 试验赵六安的夏宇 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张艺谋 张艺谋荣获了本届金鸡奖的 最佳导演奖 他指导的英雄 同时获得了最佳合拍电影奖 徐敬蕾可谓 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 收获最大的人 他不仅以首部指导的电影 《我和爸爸》 夺得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 还荣获了百花奖影后 并且凭着在 《我的美丽香愁》中的出色演出 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 男演员赵军 则因在《勘彻人》的七月中的演出 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 本届金鸡奖特赦的 故事片特别奖 授予影片邓小平 最佳纪录片奖 被新影场的钢琴梦摘走 最佳美术片奖 由上美场的回响获得 马世青离婚 则被授予最佳电视电影片奖 这是中央台报道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中央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